聊四季 天天都更新 大家好 我是Lion 今天要來看伊索比亞人對上賽爾特人 這場比賽是天梯的阿拉伯地圖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伊索比亞人 伊索比亞人的話是射速最快的文明 這個弓兵射得超快 而且他這個長香兵也是免費升級的 但是也只能升到這個重裝長香兵 要升到幾兵的話還是自己需要花錢的 再來就是他步兵科技也是全滿的 攻兵也是全滿的 但是騎兵線稍微偏爛 他這個只有三級馬卡也沒有 而且也沒有品種 但是他駱駝呢 可以用這個銀罐皇族血脈 對抗對方的騎士的時候 可以解三滴的傷害 所以伊索比亞人到城堡時代或帝王時代後期 還是可以稍微用一下駱駝 稍微用一下就好 或者是城堡時代稍微觸一下 到了帝王時代後期可能就要轉一些 自己的寶兵 彎刀勇士之類的 可能會比較適合一點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對手 對手是賽爾特人 那賽爾特人的伐木呢 是遊戲裡面最快的 天生伐木是最快的 而且他工程器 攻擊速度是超快的那種 全遊戲裡面工程器最快的攻擊速度 就是賽爾特人 而且他的步兵跑速也是遊戲裡面最快的 所以賽爾特人本身 科技線是不會到太弱 但是他由於是一個早期文明的關係 到帝王時代沒有火炮 所以他並沒有太大的 可以反制火炮的手段 就只能用自己的遊俠 或者是鬆翰武士 去機動性的去針對火炮 或巨型頭司機這類的工程武器 那我覺得賽爾特人他的打法 還是比較偏向於城堡時代 三頭的這個戰術 會比較適合他 當然他城堡時代也可以打這個工兵開 也沒什麼問題 畢竟他伐木塊嘛 所以這個木頭獲取量也多 工兵線一定是沒問題的 那到了帝王時代 記得還是要轉成步兵線 因為他的騎兵也是沒有三防品種 工兵的話只有二級射二級防 非常的悲劇的 好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兩邊的地圖 那目前看起來賽爾特人的地圖 上方這個金礦處 是比較尷尬一點點 那果子在裡面是非常舒服 前期要守的話應該沒什麼太大問題 而且守的支援非常少 這樣小圍小圍 這裡圍起來就好 然後這個地方呢 金礦可能要插一根劍塔 防守會比較OK一點 那這張地圖的話 要給分數的話我只能給個30分吧 30分的原因是因為裡面還有果子 可以安全的吧 不然他其他支援太難守了 很難有打出優勢的地形 這個就算你後期大圍 也要圍得非常大才可以守住 只能說這個地圖真的是偏爛 好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伊索比亞 伊索比亞人他的弓兵呢 是非常有強勢之處的 所以伊索比亞人可能封建時代 還是會先打個射箭場開局 那地圖來說的話 他的金礦是在裡面一點點 那左邊的話這邊是可以圍死的 其實圍的地區並不是非常大 這邊再稍微連防一下就可以了 那可能果子會遺留在外面 所以待會果子防守是會變得比較 更為重要一點的事情 當然這地圖來說是比賽爾特人更好 他有三塊的木區 所以也沒有那種 說木區已經會被控死的問題 那賽爾特人這邊就會有 他只有兩片木區而已 好 賽爾特人這邊也是決定要挖金礦 這邊挖金礦的意圖可能是要來打弓兵 本來是要四個人去挖 但這邊又拉了一個回去 可能就是單射箭場而已 有時候先拉四村去挖 我怕通常是要打雙射箭場的一個想法 但我覺得四個人已經太多了 三個其實已經 對我來說已經很多了 所以封建是在剛上的時候 兩村是差不多的 三村是就真的偏多了 好 我們先加速一下 好 看一下這個 兩邊的封建的選擇 好 以手邊啊果然是打弓兵開 金礦是兩個人挖 好 三個人開始補 這邊早期三個人挖 他不太確定是要打什麼樣的戰術 這邊是要打直層嗎 但這個直層批數也不對 感覺打直層有怪怪的 好 這裡補了一個射箭場 但是這個支援量 非常接近城堡時代 這個下的有點慢啊 哇 還偷一個支布 太狠了 這個男人 直接死了兩村 公公兵一過來 直接打我兩隻 然後這裡面再圍兩個大石牆 哇 看來他意識到對手在偷啊 直接兩隻小公加刺頭瘋狂騷擾 這就是兩千分的比賽嗎 怎麼我的兩千分跟他的兩千分 長得不太一樣 呵呵 雖然兩千分在那邊偷支布 然後 想要硬上城堡時代 然後現在快要被射很白癡 這個有點像是大家平常在玩的畫面吧 還有我玩的畫面 想要偷經濟上去結果被制裁 結果還是補下一級射 不然不補一級射 真的可能要上不去城堡時代了 公兵解不掉 非常難受 好 那這邊金礦超微被圍了一下 哇 這個伊索比亞人打得相當心機啊 還拉兩村過來弄 但是也沒插箭塔 他就是到處亂插 好 那伊索比亞的哨戰是不用石頭的 所以非常省 好 由於金礦後方不能挖來到前方 結果前方又一道公兵直接又射死了一村 薩爾特人這邊賊虧啊 已經村民落後非常多村了 二十七村打三十二村 剛剛還有這個TCDelay一下 好 那城堡時代點一下 伊索比亞攻兵射速實在是太快 好 那大概時間會差 大概30秒左右 那薩爾特人這邊想要急速上城堡時代 只是單純他打生頭戰術 是比較有優勢一點 我們剛剛有講了 這個工程器工速快 所以自然而然 就要想打一些工程器的開局 結果這邊又被射掉了一村 哇 好虧 死了五村了 薩爾特人這邊還能打嗎 村民繼續來圍金礦 因為只有毛兵 所以村民被打也沒那麼痛 還可以4時的拿村民來打架 太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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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種圍報 好 伊索比亞這邊是拿到封建 城堡時代之後 直接要升一下奴兵了嗎 薩爾特人在前線蓋一下TC 我覺得這個防守看起來有點怪怪的 這是平常我們看不到的奇景 好 薩爾特人 村堡時代一上 先按兩隻騎士 倒一個手臂啊 家裡騷擾 家裡有出長長兵跟僧侶 其實防守來說沒什麼太大問題 而且伊索都沒有被殺到 算是打得還蠻不錯的 好 右邊這邊可能要死伊索了 但是又收進去 欸 伊索也沒死 非常的 非常厲害 欸 伊索來他人這邊轉出的是奴炮跟駝士車 好 升級好奴兵跟二子一射 這邊伊索比亞人該怎麼打呢 繼續出弓兵 也是不錯的選擇 兜子車 兜子車要不要考慮出給一台之類的 來砸對方建築會比較好 因為他這邊太多建築喔 現在去哪裡喔 都被伊索比亞 都會看得到 然後家裡又有僧侶防守 基本上要打到伊索比亞感覺是有點困難 伊索比亞反而是有主動權 這邊串燒打得非常漂亮 哇 直接串掉了五隻弓兵 鑽藍鑽藍 再兩台弩炮 攻速有快 伊索比亞這邊出弓兵確實會有點尷尬 有點難打 那我覺得伊索比亞這邊也不用急著 一定要把賽特人給打死 這邊慢慢轉容 再用弓兵稍微騷擾 甚至趕快挖出一棟城堡 轉出彎刀勇士 都是一個對伊索比亞比較好的選擇 因為人家弩炮這麼多的情況下 你覺得出弓兵是很危險的 長槍兵也是喔 都會有極大的可能性被對方一套帶走 好 兩隻騎士再度回來 這次中午抓到了伊索 但是這裡沒有升攻防的關係 很快就送掉兩隻騎士 好 弩炮再次往前 好 這邊果然轉出一些投車來壓制一下弩炮 來看一下這邊的抓投車的動作 先投掉上方弩炮 然後騎士上去硬抓 好 塞爾特人反而是走一個工程器 配騎士的一個做法 主要是出弩炮 弩炮的話會被投車砸得有點害怕 但是可以用騎士去抓掉 塞爾特人這邊思路也是打得非常不錯的 那這個組合會有個問題喔 就是會很害怕對方的彎道勇士出來的一個結果 如果只要彎道勇士一出來 這邊可能就會有點難打 這個組合彎道勇士也可以輕鬆解掉的 好 這邊工兵 先打一下弩炮 弩炮 這邊再串一下 哎呦 直接串到了四隻血量 好 這邊按了一台衝車 稍微來撞一下前面騷擾的石牆 好 拖車再砸一發 欸 躲掉了 剩下殘血 好 塞爾特人並沒有出頭子車做一個反思 好 塞爾特人遇到這邊TC蓋這個位置就會很難受 因為這邊是高地啊 那 伊索比亞的拖子車高打B 閃亮又特別高 這個TC血量會掉的非常非常快 好 這邊第一時間想要招翔騎士 但騎士沒有招到之前就已經被 弩炮給串燒死了 後面三隻聖女也招到了對方的騎士 直接反召回去後把上方的拖子車給解掉 那這邊只剩下這些的長槍兵跟工兵 讓伊索比亞只能選擇撤退了 但是 塞爾特人這邊也是犧牲了非常大量的資源 在做防守 所以他這邊資源是有點間諜 伊索比亞這邊反而是可以上到帝王世代的 這個資源已經接近了 賣一點石頭或是黃金就可以了 但石頭是哪裡蓋城堡 好 那塞爾特人覺得自己有點優勢 開始慢慢把這個領地擴出去了 這邊是要擴哪裡啊 擴得有點遠 哇靠 擴到人家伊索比亞的上方 這看起來是有點太過分了 有點不給伊索比亞這邊尊重啊 直接TC開在人家的野區上方 要開也是開這邊吧 雖然這裡沒辦法按TC 這個是高地的關係 高地是不能蓋TC的 好 頭車反制奴炮效果非常好 直接砸掉了三台 哇 四台才對喔 這裡還有一台 OK 那這邊再上了幾隻騎士 出來解一下工程器 好 塞爾特人這邊點下了 手推車 但是彎道勇士已經大量生產出來 而且伊索比亞地龍斯彈已經點下 彎道勇士的一個特點 就是基本攻擊力非常高 16攻 但是防禦基本上也沒有 但是跑速非常快速 血量的話也是偏少 我都會把它稱為玻璃大砲步兵 雖然傷害極高 但是防禦賊弱 基本上TC 也沒有生 箭矢傷害喔 有事會很痛的 好 城堡蓋在了後方 沒有蓋在高地 選擇比較偏保守的位置 這個低促保我就不是很喜歡 好 這邊騎士收掉了裡面的 防守的彎道勇士 但這邊伊索比亞好像有點過於緊張喔 直接大量收村喔 還是這個是故意拉的 拉到右邊去要挖伐木 他左邊這邊沒支援 但這邊可以挖 他應該是有點嚇到吧 不然他在左邊繼續挖伐木是沒有問題的 好 那我們先上第二道 到地龍時代的伊索比亞 巨頭已經架了出來 賽特人這邊二級龍二級木採鋼點 地龍時代也是 這跟城堡可能會有點難修的回來了 這邊就來看一下伊索比亞 萬島勇士能不能全解呢 好 果然奴炮輕鬆解 騎士也是順利收割 數量壓制 雖然擋不太住騎士的傷害 但用大量的單位去打 還是可以解掉奴炮跟騎士的組合 甚至遇到對方的生率喔 其實也不會太虧喔 被招到也沒像騎士招走那麼傷 這就是伊索比亞這個單位的優勢之處喔 但是這個單位真的很害怕火槍喔 跟強弩之類的單位 所以賽特人剛好是用這兩個科技 是非常缺乏的文明喔 沒有火槍也沒有強弩 所以賽特人打 對方的萬島勇士喔 就會打得比較難受一點 這邊可以考慮出送爛武士或是劍兵勇士去打 但劍兵勇士會追不到敵人喔 所以這邊最好的解法應該就是直接出 送爛武士去打會比較好吧 當然也是可以靠工程器喔 但工程器又回到剛剛的問題喔 就是如果對方大量的萬島勇士過來喔 還是很容易直接被解掉喔 大量的工程器的喔 有這個送爛武士會比較舒服一點喔 可以當個落盾黨 也可以追到敵人的萬島勇士 就不會顯得這種被動 哇靠賽特人這邊直接下重型奴炮 然後還下化學 OK 這邊 看來鐵了心了 又打奴炮了 那之前的比賽裡面 我們都沒有看到 直接選手用奴炮當作一個主力喔 我們就來看一下這場比賽 賽爾特人拿奴炮當主力 會發生什麼事情 串燒效果會很好嗎 好 可以打人3X Gold 重型奴炮的傷害是16攻 基本上跟萬島勇士的傷害是一模一樣的 16攻 但化學只能加這個奴炮1攻 還有這個工程工程師再加一個射程 看奴炮的確定就是射速真的沒那麼快 而且容易被大量破冰給解掉 好 這邊大量的萬島勇士直接抓到了賽爾特的 村民 這裡還在拖車椅要直接擺一個 這邊守高地但是沒有空 哇 看這個工程器很容易被萬島勇士給拆光的 好 賽爾特人這邊居然是要轉裝甲步兵嗎 哇 這樣就會很被動喔 欸 又升下了鬆爛武士的升級 最後還是要打鬆爛武士 好 他把裝甲步兵給退掉 不勝裝甲步兵 好 一手邊這邊化學也補一下 這邊補化學也有可能是要稍微 待會兒如果這一坨重型弩炮解光的話 唉唷這邊串燒舒服 喔 全解 哇 屌虐 哇 沒想到這邊 彎道勇 彎道勇士有點送啊 直接送光了 果然大量奴炮 對付這種小群體的 復兵喔 還是很有用 還是要慢慢往前推 是不容易的 這個單位 給他走得很慢 好 賽爾特人這邊慢慢經濟也建立起來 但TC 只剩下一個啦 一個TC 外面的TC都被拆光 像村民處還是有點偏少 這裡也沒有蓋TC繼續產村民 反而被抓了一堆村民 哇 這邊村民又再次減少 一手比亞 看到大量奴炮會怎麼反制呢 好 這邊是點下了中型頭石色 那我們 一手比亞的金冠技術 是這個扭力彈射器 可以讓這個頭石車的 弱點傷害喔 變成廣範圍的傷害 範圍傷害那種 會變得更廣一點 所以打賽爾特人的這個奴炮 是相當好用的一個決定喔 而且這邊還點下攻城攻守師 待會還可以有這個 比對方奴炮多一點射程 大概多二射程 好 但這邊轉出了松蘭武士 松蘭武士的基本體質喔 血量幾乎快要是 萬道蘭武士的一倍 差五滴血 那基本差是14攻 比萬道蘭武士差兩攻而已 而且跑速是比萬道蘭武士還要快的 欸 正面奴炮怎麼被解光了 我們來看一下 這一波怎麼解了 好 頭車一出場 先來個一發 砸掉奴炮 正面奴炮在砸 但是收掉一排頭車 頭車也是互換 哇 臨時停留在砸了一發 再加上少量的萬道蘭武士 哇 這一波一手比亞解得漂亮 這樣 薩爾特人完全沒有空 直接送光自己的奴炮 這就是頭車打奴炮 非常強大的一個效果 但這邊最簡單的方式 其實打火炮是更適合的 大家不知道為什麼他沒按火炮 正面打了一隻村民 好 薩爾特人這邊意識到了 自己沒有射程 八射程 好 八射程繼續串燒對方的步兵 但步兵跑得夠快 還是可以有機會貼到奴炮的 這邊還是需要有少量的松爛武士 去做搭配比較好 哇 兩台頭子車又再過來 奴炮的數量越來越少 剩下五台 兩台 一台 哇 沒了 家裡直接被弄爆 三巨頭下面也是開拆 家裡雖然手下萬刀武士的騷擾 但松爛武士數量不夠多 對面瘋狂再爆出萬刀武士了 利索比亞這個文明只要四秒鐘 就可以產一隻萬刀武士 塞爾特人的產能明顯跟不上對手的產兵能力 雖然這邊也是有做少量的騷擾 但是意義不大 家裡已經快被毒根掉了 好 奴炮繼續出來 但是依舊難解 這邊想要再次堆積一下奴炮的數量 看自己家的農田大部分已經爆開了 穿雨度只剩下67村了 好 成人武士再次上前 上面硬打 但是數量很明顯不夠 再次送光 塞爾特人這邊還能打嗎 感覺 利索比亞 優勢還是非常巨大的 好 火炮果然出來了 來 火炮砸一下 尾巴砸不死 剩下一滴血 原來他是搞地 所以砸不掉 欸 怎麼砸了一炮就走了 這邊再嘗試打個一炮 但是往前走沒有打到 好 下方偷蓋TC 直接被挖到有事 抓了個戰爪 好痛 好 敬略挖到有事 也升級好 哇 攻擊力變成18加4 22攻 血量來到50滴血 好 少爛武士到處鬧 想要去抓一點村民 打回一些經濟優勢 但看起來是有點困難 像他這邊要反牌的話 自己要開TC開龍之外 這個送爛武士的騷擾也不能斷 但感覺利索比亞已經在玩弄對方了 看這個奴火炮是沒辦法拯救世界的 好 火炮直接硬抓 但是後方有送爛武士 這邊反制相當快速 送爛武士抓火炮速度相當好 OK 三條火炮賺到了 這邊看他串燒效果 有點抓羊 但沒有辦法 雖然不夠多 但上面有更多的奴炮 好 這邊步兵已散開 奴炮都在各打各的 所以沒辦法順利集火掉 這一坨的彎道勇士 好 那送爛 上來的特人這邊受不了 終於打出了GG 這邊就可以很明顯 看到這個奴炮 當作主力的時候 遇到這種機動性單位 就會很難受 不管是這個彎道勇士 或是跑速很快的單位 騎士 輕騎兵 騎士都是不好打的 而且容易被對方解掉的一個搭配 當然也是因為賽爾特人 前期被殺了太多村民 而且他地圖真的是太爛了 也有這些關係造成 所以他的奴炮 並沒有這麼的亮眼 但是即使遇到55開的情況下 對方出 賽爾特人出奴炮的話 伊索比亞繼續出火炮 火炮繼續秀操作 也是可以解掉這些重型奴炮的 所以我真的覺得 奴炮當主力真的是有待改強 可能要把這個金額下修一點點 不能讓他太貴 不然就是要提升他的攻速 會比較好一點 不然這個單位真的用起來是偏難用的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經濟 經濟的部分是由伊索比亞拿到全勝 伊索比亞基本上沒有什麼輸資源 反而是賽爾特人這邊經濟全倒 沒有一個是能贏對方的 非常慘 好啦 那今天的影片就差不多就到這了 那如果喜歡這支影片的話 請記得幫我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照片